许多年轻人毕业后不一定能依照在校所学找到适合的工作 高雄市劳工职讯救中心就向领扇窗 多元的职讯课程提供青年做选择 而且现在只要加入照顾服务员职讯班的课程 在照顾机构工作一个月以上 除了薪水之外还有机会领到就业奖金 最多可领取10万8千元 帮长辈从床上起身在座上轮椅 看似简单的照顾动作 在专业照顾员的指导下 实习生越做越上手 23岁的徐奈文自从参加老工局训救中心 开办的照顾员职讯班 对于未来志向也有了明确目标 注意他们的安全 然后什么翻身拍背这些 对还蛮多的 已经决定要投入这个行业 对然后就是慢慢的往上去发展 对啊不是说一直做照顾员这一块 因为有在家跟阿公阿嬷相处的经验 徐奈文来到养护中心 更能感同身受了解长辈的需求 而且只要在旧福站推介到的养护机构 工作一个月以上 除了薪水之外还可以额外领到就业奖金 最多可领取10万8千元的奖励金 那该奖励金的话是直接补助照顾员本身 那从上工的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 每一个月可以领起五千元 那从第七个月到第十二个月 每个月可以领起六千元 那从第十三个月到第十八个月 可以领起七千元 所以一个长照救福员一路下来 可以领起总共有十万八千年的一个奖励金 因为照顾的人员其实年资都比较久 那也比较 因为是耗体力的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有新鲜的人可以踏入这个行业 因为比较资深的人员 我们可以让他做传承 那年轻的人我们希望他有创新的想法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踏进这个行业 金额不算小的就业奖励金 无非是要鼓励年轻人加入长照行列 且能久任 毕竟人口老化的产业需求缺口 只会越来越大 当照福员专业与薪资都能相互提升 或许就是吸引年轻人转正久留的重要关键 港督新闻王思武 罗绍军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薪资业